忍术的威力不仅仅取决于忍术本身,还取决于使用者。 有些时候同样的忍术在不同的人者手中用出来,威力就天差地别。 一、天照诱,佐助天照曾是诱的专属能力,在设定中只有诱在眼睛里才寄宿的天照。 但又此后暗本为了不让天照和阅读,就此从剧情里消失,又把他们送给了佐助。 佐助一开始使用天照也跟又一样,只能从目光聚焦点开始燃烧黑色火焰。 但后来他开发了自己的特殊力量,不仅能用另一只眼熄灭天照,还能对天照进行形态变化。 这就是比天照更强的加剧土命。 二、影分身大众,明人影分身之数,在人界不是什么很稀有的人数。 一般来说能在后期出场的人者都会影分身,不过没有一个可以用的像明人那么厉害。 明人的影分身之数可以分出上千个,也就是多重影分身之数。 这两个数的原理相同,但只有查克拉足够多的人才能使用多重影分身,否则会耗尽查克拉而死。 就算不谈多重影分身,明人还可以把九尾的力量附加在影分身上面。 这是其他影分身数使用者都没有的巨大优势。 三、飞雷神二代。 四代二代火影牵手飞肩,开发了飞雷神之数。 他自己也用飞雷神在乱世中无往不利,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速度最快的人者,直到四代火影出现。 四代火影是唯一能学会独自使用飞雷神之数的天才,他甚至对飞雷神的印进行了改良。 速度和前阶比二代火影更快,是名副七十的人气最快,直至今天只有名人接近他的速度,还未必能做到超越。 四、八门盾甲小李、阿凯八门盾甲之阵,是木叶的体数使用者们最想要习得的数。 虽然八门全开要付出巨大代价,可换来了能超越火影几十倍的力量,也让人垂涎在火影主线发生的时代。 只有小李和阿凯精同八门盾甲,八门盾甲在小李手上跟在阿凯手上完全不同。 小李的大结局的时候,最多才只能开绕六门,战绩除了打过埃罗的那场之外都挺一般。 阿凯对阵高手则是六门起步,七门进阶,八门最强,最后一脚差点踢出大结局。 魔术狗系头条号签约做着更多精彩内容,请关注魔术狗微信公众号,MOSHUGOU。 为什么 我必须 我确 我应该 我必须 感谢观看